自從媽媽帶著我和叔叔一起住之後 我就多了一個姐姐 雖然我不喜歡住在叔叔家家 但是有一個姐姐陪我看電視和踩單車 我也覺得不錯 有一天媽媽下班回到家 買了雪糕給我們吃 但是死者為直想吃完全部雪糕 我們在咬的時候 姐姐不小心把雪糕倒捨了 她就立刻大哭 叔叔聽到姐姐的哭聲 就立刻走過來 她看到地上那些雪糕 就帶我走開 罰我站在房間的角落頭 叔叔只是吩咐姐姐不要跟我吵架 但是就沒有罰姐姐 為什麼只有我一個受罰 我覺得很不公平 這個時候媽媽從廚房好到走出來 看見我在哭 她就問我發生什麼事 我聽到之後就哭得更加厲害 我把真相和我的感受告訴她 媽媽知道原來不是我的錯 她就安慰我 而且她把真相還聞給叔叔聽 令我覺得這個家 真是可以獲得公平的對待 有媽媽保護真是很涼 有血緣的兄弟姊妹相處 尚且有機會有爭拗 但子女之間需要面對的處境更加多 要改善再分家庭子女相處模式和關係 其實可以通過學習 父母也可以從中協助 如果你的家庭正正面對這些處境 打電話給我們聊一下 我們很樂意跟你同行 祝福大家